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 Valve Channel 我是Kevin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的是這一顆 Source Audio Nemesis Delay 這顆Nemesis 雖然已經是大約15年前的產品了 等它強大的運算功能 以及可以製造出許多獨特聲響的Delay效果 讓它依舊能在市場上佔據一席之地 它除了本體上12個不同的Delay類型可以做選擇外 在他們自家的編輯軟體Neural Editor 還有額外的14種可以讓使用者選擇使用 除了這小小一顆效果器就有26種Delay效果 是不是猛猛的啊 DELAY 模式 它的Delay模式 從乾淨 銳利的Digital Delay 到帶有濃厚色彩並且髒髒的 Tap Delay 具有 Filter 變化的 Sweep Delay 可以改變 Pitch 的 Shapter Delay 具有 21 種節奏模組的 Rhythmic Delay 詭異氛圍的 Reverse Delay 以及可以製造出華麗效果的 Helix Delay 等等 不管是用來表演、錄音或是製作各種特殊音效都沒有問題喔 Rhythmic Delay 其他甚至可以儲存 128 組的 Crescent 制定各種 IO 圖定的組合 外部 MIDI 切換控制 以及搭配他們自家的表情踏板 即時進行單個或多個的參數變換 這些幾乎都已經是 Source Audio 1 Series 系列效果器的標配了 Rhythmic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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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強烈建議 一定要搭配他們的編輯軟體 Neuro Editor使用 在裡面除了可以調整更多細部的選項以外 也可以下載許多官方以及素人製作的 preset 來玩 Rhythmic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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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下分享 這裡是BOB Channel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掰掰